那這個應該是最後講完 不會阻礙大家回家的時間 剛才講的已經是臨床應用 這個就是跟著這幾年 你們可能會在電視、收音機上講 我們叫做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就是把我們的腦的電波分析 放在電腦上 然後控制我們的手 就是很簡單 我們中了一封 就是腦控制動的地方壞了 現在我們呢 Bipass 不利用這些壞了的地方 是用腦控制電腦 電腦怎樣? 控制機械手 這樣移動 所以是一個Motor Imagery 就是我們想像 譬如我們用腦子 用腦子想一下 隻手動 這樣用腦電波出來 然後那個電腦就分析了 尤其是現在我們有AI的東西 這麼先進的時候 可以分析這些路電波 然後把路電波轉成一些 控制那隻機械手的電流 現在已經開始有些初步的研究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當然呢 手指的功效呢 是太複雜了 暫時都未得到 但是這個是一個新的方向 研究 怎樣可以用一些新的科技呢 是幫助一些坦肢的病人訓練 或者是後期訓練不到 要用一些儀器 是幫助一些坦肢的欲動 所以呢 在路的康復裡面 在科技方面 是建一個很大的層面 來幫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那最後呢 那這張最後一張 就是 我知道已經是時間到了 哈哈 那 那 因為我現在擺這條 最後呢 因為我經常聽見 無論是傳媒也說 黃金康復期 三個月這樣 那 那會有這件事出來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研究呢 這些研究呢 是以甚麼 是肌肉的力度 復原 那麼呢 頭過三個月至半年左右呢 是差不多的力度 應該都回來了 兩樣東西的 力度和功能呢 是兩方面的 就算很多病人 力度還未回來了 六七成 但他都可以做到一個功能 那另外有些病人 力度回來了 但他呢 亦都未做到一個功能 那所以 初頭那個 復原研究的 其實呢 這裡做這個研究呢 只是一些肌肉的力度回來 那 譬如言語呀 認知那些呢 通常那個 康復期呢 更加長的 可能是一年 那樣的 言語那些 訓練呀 復原那些 那些 就算那隻手那些呢 力度 六個月 穩定了之後 但是呢 我們還剛才講到 很多新的療法呢 我們都幫助病人 是怎樣去改善它的功能 所以通常我跟別人講的 不是說 三個月就六個月 你就不可能有機會 假如你開頭那時候呢 是未真是有一個好合適 未真是用過真是 很多適合的辦法來幫你 康復的時候呢 你未必是 完全的功能都會回來了 所以 有些病人 尤其是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很多是我這個 通常是那些 中了封一年或者兩年之後 我們再試一些新的 治療方案 好像用機械手啊 機械腳訓練的那些病人 初期的時候呢 是用一些 中了一、兩年封的病人 都可以幫助你改善 然後再用在那些近期的 譬如中了封之後 兩、三個禮拜 那些病人來訓練的 來研究的 所以變成了 那個 message 即是那個訊息 要清晰 有時 通常我都不說 不希望有個 false expectation 就是假希望 亦都不要說 真是可以幫助病人的 那個訊息 是沒有助的 所以 我今日講的 應該 講完了 麻煩